清明节圣中追忆人 佛弟子更要意念先祖 透过诵经超度 为他们做功德 转身善趣 清明节将进中国的传统习俗 最重要的就是祭奠已故的亲人 此时对佛弟子而言 是意念祖先 感恩祖先 带着感恩之心 推广孝道的好机会 清明 我们就要意念祖先 意念我们的父母 给我们的一个恩德 但那种传承他的 这个智慧 生活经验 财富 有没有 都会有传承 或是传承你的祖先 你的父母的人际关系 有没有 有 我们的祖先或父母 他可能造恶很多 这样你就是比较少了 没得到 所以你就是也要 赛公配祖先父母求忏悔 希望他们能够好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超生 或是去佛净土 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们 清明是一种 一种感恩 圣中追缘 一种纪念 感恩祖先 《善生经》中有提到 子女的义务 就是时常做功德 回向给已故的父母 因此清明祭祖之时 佛弟子参与超度法会 透过为他们做功德 他们可以转身上去 离苦得乐 史方新闻 黄慧如 黄凯杰 高雄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